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胡振超 然后我今年下半年打算前往比利时卢文大学继续学习 是位数据科学的研究生 然后我们这篇文章是和我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汤玄老师 以及正在德州农工担任副教授和博士学习的汤璐老师 以及文学一起完成的 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抖音这个平台上面 变装视频他们呈现的样态 以及呈现的跟性别有关的性别权利的性别角色 嗯 其实那可能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变装了 那这个跟大家一般意义上说的什么男扮女装啊 或者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在京剧里面有所谓的反串啊 那如果在美国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可能知道 西方也有一种所谓的变装秀的这个文化 那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概念之间 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具体是什么呢 可能可以借助这个区别来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变装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论文当中谈论的变装很大程度上 与男扮女装的概念是重合的 然后它与京剧里的反串和西方的变装的区别还挺大的 我们其实谈论到不管是京剧的反串 还是在比如说俄罗斯早期的戏剧舞台当中的这种反串 就是性别的扮演 它的区别其实主要在于像在京剧或者俄罗斯里面的很多反串 它一开始是为了保证比如说男性 它能够在度过青春期之后仍然有那个高音的声音 所以我们出现了反串以及舞台上对于女性的禁绝 它后面代表了更多性别权力的象征 但是西方的变装秀却然不同 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巴特勒所说的性别表演的概念 它在于体现自己的性别角色 就是类似于我觉得这样更符合我对于我的期待 我觉得这样更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但是在我们这里探讨的变装或者说男扮女装的这样的性别跨越式的表演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演的意图 也就是我希望演成什么样子 它和我本身是什么样子其实是脱离的 所以它的区别可能主要在这里 那可不可以说是更多的是观众喜欢看什么样子 而不是我自己想演成什么样子 对的 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体现自我 可能是我觉得观众想看什么样子 或者我觉得这样子呈现出来会很有意思 或者很有趣 或者恶搞之类的 那这个和什么东北二人传里面的这种一些男扮女装呢 会不会比较接近一点 我可能不是很了解东北二人传的男扮女装 OK好的好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变装 或者你们的这个英文词叫cross dressing对吧 那其实就是这种性别跨越的 就是你本来是男的 但是你打扮成女的 那为什么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往往说到这个变装或者是反穿 或者是男扮女装的时候 其实会很少说到女扮男装呢 因为同样是跨越 那男跨越到女和女扮男 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考虑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 肯定是希望可以包含这两个议题的 可是当我们去找到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时候 比如我们根据抖音官方的排名 找到排名前100的抖音上的内容发布者 创作者 发现里面有9位 他的主要视频来源都是扮装视频 但没有一个视频跟女扮男装这件事是有关的 当然后来在20年又出现了 就是有一个体现出自己在性少数群体方向的 一位扮演者 他呈现的是男性形象的角色 但是在我们开始初期的研究对象选择当中 我们或多或少忽略了女扮男装的主要原因是 他的可见性并没有 在我们认为的热度的视频当中 筛选出来的9位在这100个排名的人当中 他并不存在 而我们后来在性别权利的讨论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抖音上看到的女扮男装会这么的少 在抖音上构建的 我们认为他构建的性别权利结构当中 男性仍然是像所谓传统社会中规范的 比女性权利要高 我们会说这个例子就是 如果你颁上100分的学生 他今天想考50分 那他做50分的体就好了 可是如果这个同学他只能考50分 你让他考100分 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认为 这种男扮女装的可见性和女扮男装 没有办法呈现 没有办法得到喜爱的主要原因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倾向于认为 或者倾向于赞同男性有扮演女性的权利 有恶搞他的权利 而女性没有这个能力去扮演出 他男性所有的这些 我们所尊崇的 或者社会喜欢的优良品质 这个你说这个时候让我想起 可能这种归根道理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那这个可能在种族方面可能也存在 对吧 比如说西方人有去扮演或者是恶搞亚裔 或者是非洲裔这样的一个权利 但可能反过来反而就没有这样的所谓的权利了 对吧 对的 就是一种类似文化挪用的过程 是 所以在这样一个 我们待会再说到他们具体的内容了 其实我首先想问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想要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呢 就是因为你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视频呢 还是怎么回事 其实两方面 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使用抖音 然后汤老师也差不多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特别火的 突然兴起的一个短声名的创作者 他叫毛毛姐 多宇 他现在依然很火 有几千万的粉丝 点赞量和评论都特别的超过同类型的创作者 他是我们想要研究的主要企业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其实我们当时还挺关注性别议题的 包括在之前我们可能比较关注 在中国的影视剧当中 性少数群体的呈现 因为当年也有比较火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关注到了 抖音上面呈现的跟性别相关的一些议题 就脱离了本身 可能看他是为了娱乐目的 于是去思考 为什么都是这样子的内容 他没有呈现的 为什么这么的一致 而不是可能今天他扮成这样 明天他扮成那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嗯了解了解 不过因为我自己没有怎么用过抖音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没有看过毛毛姐 你可不可以跟我或者是其他 也没有看过毛毛姐的这些听众 介绍一下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当然可以 我们会这么去形容他 他会以自己男性的形象出现 很少 他都大多数情况下会戴一个特别红的短发 然后涂特别红的口红 穿着颜色比较鲜艳的裙子 然后看上去会比较劣质 就是并不是做工精良的内容 然后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出 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女性角色 通过他的假发和他的裙子 以及口红来呈现他是一个女性 然后他会去扮演 嗯他和他的闺蜜 平时会怎么样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啊 他和他的七大姑八大姨 会怎么样讨论 他们周围各种的八卦 他会怎么对待自己的老公 而他这个老公有时候也是自己扮演的 也就是原来他自己的形象 那他大概的年龄啊 然后他自己是 大概是什么区域的人啊 这些你知道吗 他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 然后他的区域 在他一开始的视频呈现当中 我们会认为他是比较下沉的 三四件城市的至少 对他的生活场景 会更符合这样的情境 嗯就是有点土味 对了对了 那南方北方这个有线索吗 应该是南方因为他的口音特别的明显 他也试图用这种相音来构建更加有意思的情境 OK 你刚才说他扮演用了假发和口红 那他在说话的时候 包括他的声音 包括他的姿态 会就是有意的去女性化 是吗 对了 他会把自己的声音弄得比较尖 和他在男性时候呈现自己的声音 会完全不一样 他的体态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体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抖音是一个竖屏的平台 所以很多时候 他的手部动作脚部动作体现的都并不太多 主要就是他的 呃 头 他的脸和他的身体 这时候其实主要是他比较夸张的表情和身体动作 但是特别性别的动作可能体现的并不明显 那他的这种声音的话 他是用变声的呢 还是说就是自己去 凹出来的这个造型 对 OKOK 所以他现在是你这个100个里面 你刚才说识别出了6个还是9个 9个 9个 他世界里面最火了吗 是的 嗯 OKOK 那大致来说 这 你们是研究的就是这9个人 对吧 对 嗯 大致来说 这些人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 一些相似性 或者是差异在里面呢 首先就是他们的本身扮演的状况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通过假发 穿着以及口红等等形式来把自己实现性别的转换 这种过程是很一致的 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论文当中也主要谈到的 就是这些视频或者这些创作者 他们在以这样扮装形式出现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形容在一个关系当中 也就是他们不是独立的 他们变成女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而是在关系中的女性 比如说我们论文提到的 比如说母子的关系 或者跟她亲戚朋友的闺蜜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跟她丈夫的这种浪漫关系 她大部分都是寓于这种浪漫关系中 与他人做出反应或者怎么样的 这也是她其实和刚刚谈到西方变状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她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她很强调她作为关系当中的一部分的属性 以及她在这个关系当中做出的反应 嗯 就是这九个人基本都这样是吗 对 那挺有意思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个互相模仿的过程 你觉得能看出来吗 很有可能是互相模仿的过程 因为他们的火的先后还挺不一致的 我们可能刚开始想关注的时候 只有那么几个人 但是现在我可能 当然这也是他的算法推荐 现在我可能经常能够刷到很多类似的一些推荐 他没有那么的红 但是他们也算中部的这种网红的性质 但是头部的那几个都是一开始做的比较多的 嗯 你刚才说到他们这个内容很多 其实都是在关系里面啊 不知道你能不能展开来讲一讲 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关系里面 比如说他们母子啊 或者是和丈夫啊 这些关系里面 具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边 嗯 可以的 和母子的母子这种关系 其实是特别常见很有意思 因为这种变装视频 还有一个小特点刚没有提到 他里面虽然比如说像母子 或者说夫妻等等各种关系 他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人分尸多绝 他大多数时候不需要任何的辅助 他会去自己验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闺蜜等等的 然后像在母子的关系当中 呈现出来的母亲角色就特别的刻板 我们会说 他是非常的严厉的 然后是会入侵他的儿子 或者女儿的隐私的 然后是会非常的不讲道理的 情绪化的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特点 然后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也是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他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比如等他下班 在家做饭 负责家务等等的 然后同样也 隐含了所谓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 可以看到的这种类似于 男性要提供买车买房啊 女性只要独自在家美丽 以及女性可能在买菜的时候 他跟他的闺蜜一起 他会纠结菜市场的几毛钱 然后会跟他的闺蜜去各种八卦 侵犯别人的 可能侵犯别人的隐私 或者说八卦各种人的生活的状态 去进行你的比较再去呈现等等的 所以听上去是一个很符合这种 大众意义上的刻板印象的这样一些呈现 对吧 那你觉得他背后是有一个讽刺 或者搞笑在里面呢 还是说有时候也 比如说你说他 因为你说贤妻 如果是贤妻良母这样角色 你可能有时候你可能是赞扬他 你可能是觉得感动 但有时候你也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可以用来搞笑的 那基本的基调是取笑呢 还是赞扬呢 还是什么样 基本的基调我们会说是戏谑的 认为是恶搞的 在整个视频当中 因为包括那个编码研究 当然那个成果还没有发出来 因为还在改 我们可以看到 他大部分在表现的女性特质 都是消极的 即便是在同一个视频当中 有女性和男性 他表现的女性形象 也都是消极的 你说的这个消极 能不能展开一下 就什么叫什么叫消极 可以的 就是比如说 他并不是依靠自己能力去努力的 等等的这样一些achieving的 这样的一些特质 因为我们是从类似于人格的角度 来做来进行分类和思考的 他并不具有我们可能社会比较推崇的 这样的一些好 我们认为的好的特质 而更多的是一些我们认为传统的女性 应该有的特质 像八卦呀 像比较就是 愤世嫉俗呀 然后比较言语他人等等 所以我也知道你们的这个文章里面总结出来了说 有几个方面的几大的刻板印象 对吧 对 那个刻板印象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结论当中去探讨 其实就有刚刚谈到的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他会比较的脆弱 在母子的关系 以及夫妻的关系当中 还有他会比较的情绪化 等等的内容 都是我们在这些视频当中定性的认为 他们可能会趋向表现的更多的 所以从 我不知道在抖音的这个 这种视频分类里面的话 这种是不是属于搞笑视频呢 我们其实当初思考过这个问题 可是抖音其实官方并没有对视频 做出确认的分类 所以这些视频 它其实并不属于某一个类别 但是他们可以给自己的某一个话题 打上一个tag 然后让他可能有更多的流量 比如说这时候在展现我跟闺蜜 我可能就会打上跟闺蜜的日常生活 等等之类的tag 但他本身其实很多时候 并不从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类别 有时候是单纯的搞笑 有时候是呈现 他认为他在表演一种生活 你刚刚说了很多 这种人都会有挺多的粉丝的 包括甚至几千万 上千万这样子的 那他们的会有一个商业模式在里面吗 他们也是通过直播打赏和这个带货赚钱吗 还是怎么样的 嗯对的 我们在统计当中会发现这九位视频博主 其实五位还是六位 他都有专业的MCN机构在进行负责 他们在直播的带货上面 也都倾向于是女性的物品和推销 所以他们在直播带货或者是广告的收入当中 应该会算是他们直升团队的主要来源 我们当时又简单的看他们的粉丝群体的那个画像 和带货群体的画像 其实数据都特别的好 但是主要也可以看到购买群体和他们推销的群体都是女性 那比如说他们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货呢 嗯 他们会带那个化妆的用品 有一个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叫做毛光光 可能大家不熟悉 他在视频当中扮演的一个最典型的角色 就是化妆品的贵姐 因为他是一个男性 然后他把头给剃光了 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这个形象使人 但在视频扮演的时候 他就是穿着典型的小西装 然后带着一个领巾 然后给大家去推销他们柜台的用品 然后他在带货的时候同样以这个形式出现 然后推销各种品牌的化妆品 以及各种这种用品化妆的用品 嗯嗯 那这个形象是跟他直接可以连接起来的这种物品 那我在想说 如果还会扮演妈妈妻子 那是不是有一些这种 甚至家务劳动的家具用品什么之类的也会有 嗯 他们带货的类别其实比较广泛 到了现在可能和他们的视频内容相关性多的 其实也不多 但是这样也会有时候损害到他有的粉丝 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带着 这个货 所以他们可能还是尽量会从自己的场景出发 其实有时候比如说临时 他们基本上他们都会去带这样的货 可是其实跟他们的视频关系并不大 嗯 所以你刚才说到了带货的这个定位 粉丝的画像之类的 所以听上去是说是女性在看他们多是吗 带货的情况会更多 但是其实在观看视频的比例或者点赞的比例上面 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其实是男性更多 但是多的又不至于是压倒性的这种占比的 所以这个还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有那个在留言上 我们也会在进行观察 我们会看到这种视频会有很有意思的评论 就是会有很多男性评论说 这跟我妹妹一模一样 这跟我女朋友一模一样 这不就是我妈吗 等等的内容 其实更多程度上就是一种验证式的 这种媒体收入 其实会让他们自己也很开心 看到他们的生活 其实跟大家都一样 然后得到了验证 同时有时候可能 其实他们的这种关系当中 女性没有这么的夸张 但是他们看到这么夸张的扮演 也会觉得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 我要多理解他 我要怎么怎么样 从而其实他是一个更好的角色 他的身份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 等等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你是说男性看了之后会觉得更理解吗 难道不是更加强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吗 他更理解他自己 就是类似于我的妻子是情绪化的 我的妹妹是情绪化的 所以我平时对她有很多的容认呀 有很多的理解呀等等的 他们其实也有一种这样子的身份式的 在评论当中体现的这种认同 OK 反而是更确认了自己的更优越的地位在里面 对 了解 那女性看这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留言呢 其实在留言当中体现的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在有一些很有趣的 就像刚刚说的毛光光这个专门半夜贵姐的评论下面 很多女性其实可能就评论内容不会太倾向于这个过程 会倾向于说好想看下一集 好想看这样的连续剧 因为比如说她会演一些争斗嘛 类似于不同的贵姐来上班 谁能够推向的更好 然后贵妇姐姐今天来买东西 谁能够抢下这个大单什么的 她们会说我好喜欢试试谁今天的打扮 我好喜欢她今天读的口红 然后希望看到下一集等等 你在说这个时候我在想说 那是不是会跟之前会流行的这个韩剧 各种韩剧里面也是有很多日常生活 婆婆妈妈的各种各种的这种情节 什么在里面 韩剧这种韩剧的主要生存可能也是女性 所以我不知道女性在这里面是找到了投射啊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观看的这样一个需求在里面吧 嗯 这个研究议题其实也很有趣 当时周舒华老师也提到了说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看这样子的视频 但其实我们这个研究可能更多的没有关注到它 因为我们觉得你脱离这样本身的视频平台和内容 单去谈它本身的受众对它的接受啊 或者影响啊可能会不那么好 我们想先看看这些视频呈现了怎么样的形象 或许之后我们会再考虑去思考 大家看到它是什么想法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 是你周边有看这些视频的人吗 有的 那会是因为因为你周边那应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 对的对的 他们也会看这些 嗯其实很多程度上我们会简单的概括为这种喜欢是一种欢乐 因为我们刷抖音就是希望寻求短暂的逃离现实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嘛 而那种视频它常常是很搞笑的 当然不止这种视频搞笑 我们会看很多搞笑的视频 它其实就属于其中的一类 只是这一类会特别一些 因为我关注的议题和它所呈现的刻板印象非常的相关 所以我也很好奇说 你觉得你们发现的这些视频的特点啊 包括大家的这个用户的评论啊 和抖音这个平台是有多大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算是一个很大众很大众 然后更多的有很多下沉市场的这个用户的这样一个APP在里面 那比如说我们在想象说这样的东西如果放到B站上面去 也许就没有那么受欢迎 或者说得到的评价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和这个平台本身的特点有多大关系 我们在讨论过人当中虽然没有写入文章 觉得这个跟平台的关系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对比的就是B站和快手两个平台 快手相比于抖音来说要更加的下沉 而抖音可能相较于快手来说 就要比较多呈现在一二线的市场当中青少年 青年当中 其实这种平台带来的特点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我们会说这些视频 一开始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想他这种跨越性别的表演 有没有可能其实带给受众带给我们的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推进了更加模糊的性别边界 我们认为其实男生这样做也可以 女生这样做也可以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对他有一定的接受 从而他又带有一定的喜剧性质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根植于可能比较一二线的青年当中的群体 其实有这个特点 或许他放到快手当中去 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 既精致又不精致的带一点土味 但是又想反映上层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男白女状 能不能够被他们接受 可是青年是能够接受的 他们拥有较为平等的性别观念 较为宽泛模糊的性别的边界的思考 但同时他们作为成长于这样的文化社会当中的一代 这种刻板印象是不可抵抗的 更多说是无意识的 这种无意识的操控会让他们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 得到这种肯定 他们自己会更开心 得到更多的满足感 自信 因为这是他们社会生活 社会规则的一种体现 所以跟这种平台肯定有关系 但是相比于B站 虽然B站我可能玩的不够多 但是像在B站上面 之前有另外一位同学 他其实研究的就是在B站上面的跨性别 他们如何坦路 自己的这些经历 以及自己有关于跨性别的一些想法 帮助大家如何去做 他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他更像一个社会支持性质的社区和角色 而在这个时候 你融入更多恶稿的内容 其实会不太符合所谓这里的社区角色 因为上面的内容和评论 很多时候是跟微博有一些类似的 容易两极化的讨论 所以我会认为 他在这个平台上流行 肯定有他本身用户群体 平台性质本身的原因 说到B站了 我不知道 你肯定也知道 B站上其实流行所谓的女装大佬 这样的一个梗也好 或者是你 什么up主过了十万粉丝 就必须女装啊 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你会觉得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在抖音上的变装和B站上面的 这种女装大佬的梗之间 我可能稍微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会认为这种女装大佬的梗 或者在抖音上其实也有 就是达到多少粉丝 我就愿意跟你穿一次女装 我会认为这种活动 跟性别有关的这种活动 其实是在试图把我们所说过往的女性临时 转到男性身上 就像让男性带一个女性用品一样 我希望去看到男性的身体 但这种看到男性的身体的方式 又可能不能跟我本身的就是意识观念太冲突 所以我就让她变成一个女性的身体 再让我来进行观赏和观察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一种很模糊的 很跨越式的这种既想推动所谓的性别平等 但是又寓于自己本身的观念当中的一种表现 是其实我之前做性别研究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观察 我会认为它更多时候是融合的 说不出到底是哪一种的这样的状况 嗯 是这个很有意思 你说的这样一个好像希望有所改变 有所突破 但是又同时又受限于之前的各种 各样的规则规范的这种限制 那所以其实对于你们的这个研究对象来说 抖音上的这种变装视频来说 你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说 是不是打破了一个界限 让大家觉得男性去扮演这个女性 这样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你会觉得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很明显 它还是在去复制了这样一种 性别的这样一种刻板印象 已经可以说是男权社会的 很多的这种规则在里面了 所以你个人对这些这个视频 短视频的这个评价 你觉得他们对性别关系来说 是更起到一个积极推动平等的作用 还是复制一个这种不平等关系的作用呢 我其实个人还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 因为这样的一个争辩其实在 明清时期中国地区流行的小说 以及在中国台湾地区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 就有人在研究这些文学作品 试图去跨越男女性的边界 试图去呈现 比如说甚至是在 花木兰的替附从军以及祝英台 为了去上学他女扮男装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 他们都在讨论这样子的形象的呈现 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突破 所谓的性别的固化的边界 去来到更加性别平等的时代 还是它只是重复了我们所谓的 一心恋富士霸权的社会模式 其实对抖音来说 我个人呈现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因为我认为 因为我们现在的语言系统 我们对待人的方式 它都是基于我们所谓之前的 一心恋富士霸权来构建起来的 所以我们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进程当中会去复制它 会去承认它 甚至会去强化它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突破 而这种突破一定是慢慢的 一定不是所谓我今天发布一个视频 或者一个创作者 他就能够完全脱离这种模式 来呈现性别平等的 所以我其实会更加积极的 去看待它的这种作用 然后其实这件事 之前我和另外在香港 另外一位老师 他主要做的是性别的研究 他之前写过一本 有关于在上海拉拉的城市空间的书 他也说 其实或许我们可以用更加批判的 视角去看待 它们有的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 其实也是刚刚说的 为什么他可能在一二线城市的青少年当中 而青年当中会更加流行 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很理解你刚才说的 也挺赞同的 但是你刚才跟我讲的是 比如说一些男性用户在看到这些视频之后的这些反应 让我会觉得 好像会反而并没有起到一个真的是跨越这样一个界限的作用 反而让他们更固化了自己对女性的这样一些想法在里面 而且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网红 这些出来做辨证表演的网红是一个异常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因为他怪异所以会搞笑所以会获得眼球 但是并不会把这种跨越性别界限的行为当成是一个可以在正常所谓的正常状态下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就是后面您听的那个问题 后面其实对前面就一定的回应 就是这种男性的评论或者大部分的评论并没有针对出为什么你要这样去演 为什么不是女性直接来这样子演或者去呈现 把这种男扮女装的性别跨越 这种穿着上的化妆上的这种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使用 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跨越承认它的常态化 而单纯的去评价它呈现的结果 其实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种可见性的提升 以及我们认为你做这件事可能本身没有问题的点 因为之后如果你再看到一个跨性别 你再看到一个怎么样 你或许就会更愿意去接受它 因为我们已经就算是从各版印象的潜意识的去理解 或者说看到了这样子的形象 就并不会在后面的可能跨性别的灌输当中认为 它是不常态化的 它是怪异的 它是不一样的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存在 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这种模式 也有点脱敏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嗯了解了解 这确实是一个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 来去解读这个事情的一个方向吧 对 那你会 你觉得从更加广义的意义上来看的话 这个社交媒体的出现给这个女性给这种性少数群体 带来的是一个更积极的影响 还是一个更消极的影响呢 嗯 这个议题其实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议题 从单纯的比如说像话语权 可见性等等的角度来说 我会认为它带来的很大程度还是积极的影响 就像前段时间在中国一样的像me too的事件一样 我们我会在朋友圈看到很多 关注这方面的朋友他会说这是我们的一次胜利 胜利打上引号 因为我们说出的声音 我们发的这个me too不再只是一条微博或者一条信息 而是得到重视得到关注的一个事实一个内容 所以我会更加积极的看待 社交媒体能够带给女性的影响或者说状态 但是它肯定存在它所谓的消极的方面 但是我还是更愿意就像心理学 我们现在会常常谈到积极心理学一样 去看待很多时候不是病态的这种常态化的过程 如何在它上面被展现了 如何的去影响到了我们 嗯嗯嗯嗯 是的是的 起码它确实是我们回想现在的社交媒体上 对性别议题的讨论 可能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 它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进步 当然这个进步不光是有社交媒体导致的 它跟教育跟社会很多方面的变化都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确实社交媒体在里面 是会起到挺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在里面 对 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说 在这前一百名里面 有没有是女性扮演女性的这种刻板的角色 这种关系的这种网红存在呢 如果没有的话 对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那是为什么会 因为他们没有搞笑效果是吧 嗯或者他们可能并不专属于这个过程类型 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两个去扮演自己的妈妈的 或者扮演自己的三大姑八大姨的角色 但是可能这并不是他们视频的主要方向 他可能一百个视频当中有一个 于是我们就把他在这个研究当中暂时忽视了 而且他在那个扮演过程当中 其实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特色 只是他需要另外的一些辅助性角色 来支撑他整个表演 所以我们不会认为他可能主要是在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 了解 好 那今天就很开心和郑超聊你们的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那希望之后你有其他有意思的研究 也可以再来和大家分享 好呀好呀 谢谢 谢谢老师的要求 谢谢 谢谢